大家好 我是唐山座 装修大崔 咱们呢 今天瓦工第一天进场 说一说瓦工进场 咱们第一天需要跟工人交代哪些事情 作为业主 你应该强调的一些问题有哪些 你看我手里拿的是一个排版的图纸 这就是那麦丝砖那给咱们提供的 你比如说这个位置 它就是起扑点 起扑的第一块砖的位置 然后咱们现场拿到这个图纸之后 现场合下尺寸 然后排版看一看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到边上的瓷砖 到两边进门口 这个瓷砖是否是整块的 整体的效果又如何 这个需要你跟业主这块确定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瓷砖的一个铺贴高度 这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 现在我们这块的一个铺贴高度 你看外面 外面高度常规情况下 我们室内的高度比室外要高出一点点 或者说跟它齐平了 一般都是比它高一点点会比较合适 这个高度你需要确定好 然后像你看卫生间这块 卫生间重点提一提 卫生间的细节就比较多了 你比如说我们包这个下尺管 对不对 我们在这块洗澡 我包这个下尺管 我究竟是包宽一点 还是包窄一点 我可以比如说我这个尺寸 有一些情况下 你包完这个下尺管可能只有600宽 但是你洗澡要满足900 有些情况你就多包出来一点点 它就更好正好够我们淋雨区 对吧 有一些呢就是说 我们就需要做壁刊 等这些位置要确定好 还有呢就是墙砖跟地砖对凤 好的工人是怎么回事呢 我扑第一砖 第一块砖之前就必须考虑最后一块砖 然后呢我还要考虑墙砖是怎么跟它对应的 为生间这块重点考虑清楚 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口 你做全包口还是半包口 做全包口的情况下 那这个位置就不用贴瓷砖 做半包口的话 瓷砖这个地方需要倒角 把瓷砖都铺贴过来 瓦工呢属于我们装修过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 花同样的钱买的瓷砖啊 工费你也花一样钱 可能你铺出来的效果就不如别人家好 那就是呢你没有做前期的一些准备排版啊 以及前期的一个规划设计相当关键啊 所以说有时间的业国在瓦工进场第一天到现场 跟工人跟设计师跟装置公司 来结合结合 来推调一下哪个方案会更好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我是阿崔 关注联系我们的期间 起床看